大家好 欢迎收听生奇异普通话频道 早前 有俄罗斯渡马的声带流出 现在全世界都在盯着俄罗斯 俄罗斯目前仍然是在侵略乌克兰 但是俄罗斯的野心完全不止于乌克兰 它还有其他的攻击目标 所以可以看到 这个世界上的邪恶轴心国家对外的侵略根本不会停止 同样道理 如果中国大陆真的对外发生冲突 而身为世界警察的美国不动手的话 中国大陆也将会变得跟俄罗斯差不多 2022年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正当全世界感到哗然的时候 赫然发现俄罗斯除了乌克兰之外 居然还有其他对外侵略的野心和目标 那到底是哪一个地方 曾经有人推测是白俄罗斯 又或者是摩尔多瓦 但是根据俄罗斯渡马的录音流出 答案却让人出乎意料 原来是哈萨克斯坦 哈萨克和旁边的几个中亚国家全部都是侵略俄罗斯 又或者是曾经侵俄罗斯 现在他们大部分在脱离了苏联之后 就不再侵俄罗斯 但是他们仍然被列入了邪恶周心系列 因为他们现在多数都是改投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换了一个黑社会老大 这当然会引起俄罗斯的不满 流出的录音当中 里面的人物是俄罗斯国家杜马的一员 叫做安德烈古鲁涅夫 他也是一个退役的俄罗斯将军 他在服役的时候就是驻守南部军区的副司令 在俄罗斯的军队当中这有相当的地位 在古鲁涅夫的录音中提到 说哈萨克在过去几年不断违反克里姆林宫的立场 认为俄罗斯对哈萨克需要有强硬的态度 又说俄罗斯的部队已经做好了准备 甚至还说哈萨克已经自己决定了自己的命运 这段录音应该是俄罗斯国家杜马议会里面 国防委员会的内部讨论 皆被人放了出来 本来这件事应该相当震撼 整个欧洲对俄罗斯都是非常的忌惮 本身欧洲国家都已经看得很清楚 绝大多数都是不敢面对俄罗斯 除了英国之外 英国跟美国的关系跟其他欧洲国家不一样 因为严格来说 英国跟美国可以说是同一个娘生的 跟其他非英语的欧洲国家始终跟美国的关系不一样 欧洲的国家不敢面对俄罗斯很正常 因为俄罗斯是一个相当大的国家 更是一个坐拥核武的国家 苏联在二次大战之后是世界上唯一两个超级强国的其中之一 另一个当然是美国 即便苏联已经解体 但是俄罗斯仍然对外有着极大的侵略性 也有着极大的攻击性 所以欧洲国家其实相当惧怕俄罗斯 虽然有北约 但是北约基本上彻底是以美国为首 所以到了今天 整个欧洲的形势 乃至于整个世界形势都相当危险 连乌克兰被入侵 对很多人来说似乎也爱莫能助 更何况如果真的是哈萨克被攻击 我们几乎可以断定 如果真的发生了 全世界都不会有人为此发生 更加不用指望会有军事援助 除了这段录音的流出以外 还有大量的其他证据指出 俄罗斯对外不断具有侵略性 因为在过去的一年当中 他们对哈萨克的描述跟乌克兰越来越相似 当年他对乌克兰动武之前 就是不断把乌克兰妖魔化 首先是诬陷乌克兰有纳粹主义 说乌克兰是恶魔 同样哈萨克现在也是被俄罗斯抹黑 就是说这些独裁国家的第一步是煽动仇恨 哈萨克在这帮俄罗斯的国会议员嘴里 被描述的跟乌克兰差不多 而且哈萨克跟俄罗斯 也有着领土主权争议 这个地方叫做拜克卢尔太空基地 录音当中还提到 说要禁止哈萨克进入北约 跟攻打乌克兰之前所说的一模一样 俄罗斯的国家机器跟中共差不多 有着大量的官媒 这些媒体重口一词 说哈萨克是一个忘恩负义的邻居 甚至直接把哈萨升级成第二个乌克兰 既然乌克兰现在正在跟俄罗斯作战 就是说如果哈萨克受到俄罗斯的攻打 这件事在理论上绝对有可能 尤其是到了今天 全世界对乌克兰的援助变得越来越少 只有美国在一开始提供武器 到了现在已经不会再提供大量的弹药 导致现在乌克兰的战线停滞不前 今年11月份就是美国总统大选 我们当然知道情况不是太乐观 我们可以清晰地感觉到 世界将会进入大变 我们几乎可以断定 假如有放生俄罗斯的势力上台 就是川普 全世界就有可能会进入世界大战的状态 根本无法阻止 现在可能要面对的就是 世界将会大乱 我一直都不愿意提出某个想法 就是世界大乱到底是好还是不好 这个问题非常复杂 这一节暂时先讲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同时开启通知小铃铛 以获得我们频道最新的动向和内容 我们诚意邀请经济许可的朋友订阅 Tatrion 大家也可以用免费模式支持我们 帮我们欣赏广告 也欢迎大家踊跃留言 与我们互动 把我们的节目分享给您的亲戚朋友 感谢您的观看和支持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欢迎听众们 今天我们将深入了解在线安全的世界 聚焦一款备受主目的 VPN Surfshark 在众多VPN中 Surfshark 以其超值功能和良好口碑脱颖而出 但真正的问题是 它究竟能提供多少保护呢 现在让我们谈谈功能 Surfshark迎合VPN新手和老手 具有异于导航的界面 它涵盖了所有基础功能 同时保持高速连接 突出的功能是什么 Surfshark允许您在一个账户下 连接无限数量的设备 不需要多个订阅 这是一个适合家庭的VPN解决方案 安全至关重要 Surfshark采用256位加密 几乎无法破解 而且最重要的是 严格的无日之政策 确保您的数据始终属于您自己 关于速度是否有疑问 即使在远程服务器上 Surfshark仍然保持稳定的连接 仅有5%的速度下降 它是您快速下载 无缝游戏和无缓冲流媒体的保证